四大名著的影视版不少人都把央视版本奉为经典 之后虽然翻拍无数但是少有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家座 在87版红楼中 大家是否还记得其中扮演妙玉的女演员 一晃三十年过去了 现在的她又变成什么样了 今天就带大家看一看 扮演着机遇年轻时候的她长相出众打扮时髦 红楼剧组选角的时候一眼就相中了她 虽然这部作品没有给她带来太多的关注 但无疑对年轻的机遇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坚定了作演员的心事后 她顺利考入中戏期间的进修经历 又让她的眼睛上了一个台阶 后来又出演了西游中的《鱼女一角》 造型惊艳而不夸张 这个妖精的角色倒是扮演的唯妙唯笑 而这部剧中的惊艳造型也让她收获了不少关注 出道多年虽然没有什么爆红的角色 但是一路走来对待演艺事业兢兢业 角色的演艺也恰达好处 早前的她生活也并非一帆风顺 打过林宫摆过地台卖衣服 在接触了演员这个职业后 就将其作为自己终身奋斗的目标 这也是她能够在平暗中坚持这么多年的原因 当然除了影视作品 平日里没有戏的时候 她还会兼任主持人 在大大小小的活动中出席 比起一般的主持人 演员出身的她无一气质更加优雅 站在台上谈吐大方 演员出身体 演员出身体